我1958年出生在上海 我妈妈是一个裁缝 当时她就常常义务地 帮街坊邻居来裁衣服 所以我记得 所有的街坊邻居对我们 都非常非常的好 那在当时物资很贫乏的 这个年代里面 我们常常有时候 都是街坊邻居 接鸡我们一点吃的 因为我们家里的人口非常多 总共有六个兄弟姐妹 我是排行老六 上面有两个哥哥 三个姐姐 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我的大哥 有在戏曲学校那边学习乐器 所以他常常把 那个戏曲学校的乐器带回来 所以我们都跟着一起玩乐器 到后来都可以组成 一个五六人的一个乐队 所以常常夏天 在弄堂表演给街坊停 这也是我觉得 玩音乐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 那当时上海非常的冷 所以到冬天我的手都起那个冻仓 那我常常手都连琴柱都拿不稳 所以我还要在煤球炉上烤热的手 才能够练习 但是我觉得能够穿阳琴 是很快的一件事 那后来我在小学的时候 被甄选上的少年工 每个礼拜六都可以去海源俱乐部表演 而表演完呢就有一包点心 有一个面包跟一个蛋糕 然后我就都把它带回来 舍不得吃就给我们哥哥姐姐 大家一人吃一口 所以在我当时的心灵里边 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